今天和我一起接受本场比赛的 仍然是我们的特效嘉宾苏东 本场比赛 双方将会为了一个进入四强的名额而展开争夺 对阵双方分别是中国女族和英格兰女族 现在只有八支球队 还有资格继续争夺冠军 谁能控制住自己的紧张情绪 赢得晋级四强的门票 九十分钟之后就能见分晓 他们拿球进入攻击区域了 张睿 看这个直塞没有越位 进球这种东西当然是来得越早越好 当然啊 也希望这场比赛能来得越多越好 没错 什么叫手术刀弯精准的传球脚法 看看这条球就知道了 实在是太到位了 在这种距离攻门 它绝对不会出现失误 将举被打破 目前比分1-0 第二斯科特 寻找机会这种事啊 就是不能急躁啊 好机会啊 防守出现了空单 球又进了 他们以训练的第二道零指示 再次攻破了对手的防线 转眼领先两个球了 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这次进攻 一次近乎完美的反击战 让他在这种距离拿到机会 这已经是十拿九稳了 肯定是万无一失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2-0 亚里克斯 格林伍德 杰尔斯科特 这是一次非常及时的拦截 这个球已经瞄准了他们的防守转肋啊 这种高位逼抢威胁非常大 他只是因为对方施下了压力 所以出现了受迫性失误 这球过得太精彩了啊 世界一流的过人动作 他们失去了球权 杰尔斯科特 漂亮的穿越球 可惜没能过去被拦截了 缩小分差的好机会 他把身体舒展到了极致 一个余悦把球稳稳地扑了出去 脚球给到了前点 平讲中防守队员把球碰出了底线 脚球 看起来他应该是找的前点 边路起球 传中 又是门将 他又扑出了一个必进球啊 这种距离留给他反应的空间 很小了已经 但是他就是能把球扑出去 是 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快速反击 把对手的传球给抢了下来 双妹子往上拿球 有点难判断啊 你看裁判还在仔细观察双方的动作 嗯 没有吹啊 进攻有力 这个拼抢很坚决 球控不住了 在起方后场划铲抢断 锐球打力 路西布隆泽 这是一次没必要的传球失误啊 尝试找进区 这一脚穿越球不错 这个传中不太理想啊 对方球员直接拦了下来 张瑞传出了一脚好球 机会 篮奖奋不顾身把球扑出 简直不敢相信 这个脚球直接传到了进区中央 漂亮的扑球危机解除了 这真的是人类的反应速度吗 脚球开了出来 这个投球无法威胁到球门 容本源干脆没怎么做动作啊 球都没有顶正 是 吉尔斯克特 球被断下来了 带球直奔对方 球门而去 这次拦截非常关键 阻挡了对手的进攻 有机会展开反击 他们再度控球 转向近距离 往珊珊 她带着球啊 是向对方球门一路前进 刚刚才说啊 这次进攻很有威胁 没想到被对手破坏了攻势 不给面子 锐球打力 机会来了 这次抢断非常的关键啊 让对手之前的进攻组织 全都白搭了 裁判失忆不失一分钟 刘珊珊 接到横传 直接回敲给接应的队友 然后走了一个倒三角的 穿球路线 在主裁判的哨声中 上半场比赛结束了 银格兰女足开球 双方的下半场较量 现在继续 盖拉乌尔什 锐球打力 路西布隆泽 银格兰女足没能控制住皮脚 这一脚拦截宣布这次进攻到此为止 船中的机会来了 现在直接外球 接二斯科特 一个倒三角配合 漂亮 很大胆的防守 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快速反击 能把握住机会吗 防守队员抢断了对方的进攻 发动了一次快速反击 他们要团结一致 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创造进球 没错 回顾一下这个进球 拿到球以后迅速地展开了反击 实际抓得非常准 反击质量也非常高 然后他在距离球门这么近啊 拿到这机会啊 当然是不会错过的 分差被拉到到了三球 比分3比0 这个拼抢动作有点大啊 但是主打扮根据比赛进攻 有力原则没有吹停 该传到中路了 没能制造威胁 张瑞 王珊珊 管杀拿球 这是打了一个倒三角配合啊 这样防线就被拉开了 有队员在盯防他 但还是接住了 英格兰 准备传周 场上球权再次一主 进区内有队友包抄 看看这次横传 这个球太危险了 不过防守队员及时破坏 英格兰 球成得不错 有机会吗 这球飞出了底线 张商有队友要被换下了 顾亚沙 传给了王珊珊 可以试一试传中一下下吗 了不起的封堵啊 这个角球飞向了进区中间 化解了陷阱啊 顾亚沙 防止队员堵枪眼成功 这次拦截非常成功 现在是他们控球 顾亚沙拿球 所以说足球场嘛 就是风云变换 打出漂亮进攻的一方 转眼就沦为了防守的一方 手术刀班精准的直赛啊 这是科比拿球位置很不错 球进了 不过还是落后很多 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这次进攻 一次近乎完美的反击战 接下来这招打们更是精彩 角度加力量足 门将 回点法术 比分被改写成三比一了 吴海燕 王霜 球员在本方半场 娴熟地传递着皮球 对方根本碰不到球 队友正在进去负近机 对方上枪很凶 让他没法通球了 对方边路放得很空啊 这球是弹在了对方球员身上 出了边线的 边线球 地副霍顿 吉尔斯克特 小弹诺布斯 找进去传过去 找到进去附近的队友 一脚横传 传向进去 队友已经报车到位了 这个投球攻门没盯好 基本上对对方球门 可以说没有任何威胁吧 还是看起来有些勉强 王珊珊 郭亚莎 球传给了杨丽 看杨丽的了 他很失望啊 一个绝间的进球 被吹了越位 从回方来看 虽然只有那么一点点 但的确是越位 弗兰科比 拿回了球权 英格兰 这事业很好 传得不错 不能算是个成功的解围啊 进攻方还有机会 还是过不了门将这一关 这种距离 完全就是依靠门将的本能了 没错 角球开向了进去中央 这个球没进 我其实特别想看看 现在教练是什么表情 教练肯定也是觉得不可思议啊 双方还要再战两分钟 顾亚莎 说不定能创造出机会 球进了 分差扩大到了三个球 被战斩的 在这种处境顾市里的